燃兄你好 成绝就是吃苦 可我一点都不觉得苦 穿上粗布汉衫灯笼裤 游走在生活和舞台之间 别提多美了 燃兄 京剧的乐趣 我在你身上体会最深 陋燃是明察秋毫 辽燃是思虑万千 推燃时我凯叹 屡燃时我安闲 陡燃时我胆战心惊 吹燃时我怒伤心头 你那么简单又那么丰富 就像经济本身 一酌二仪画遍千山万水 一百亿眼 肃静人间飞观 成绝你显得的心 心也只不及 但愿的思义与跳龙门 而立之年使命感突如其来 我想起有一回大幕拉开 西书的座上皆是白发 我决意去做新世界的建设者 京剧得活在今天 学生要一个一个教 观众要一个一个积累 就像摇着雨扇的诸葛亮 谋事于心 更是要稳 咬慢 燃兄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来看戏了 他们也慢慢知道了你的好 四十岁 我在中国大戏院贴眼搜姑救姑 七十一年前 同一座剧院 同一个日子 同一出折子 孟小冬先生一曲唱罢 从此再为登台 当日广林决散 耳金鱼脉长流 金剧总有人看 也总有人唱下去 这些年 我在台上挥过数万次胡子 也在台下总结了 四十万字的教材 燃口一摘一带肩 给前人以敬畏 给后人以希望 我相信总有一天 人们会认同我 金剧不是苦事 不是旧事 而是人间美事 那这个燃口 平常在舞台上 要怎么穿戴呢 标准戴燃口是这么戴 看着啊 张嘴 把口放到嘴里 然后挂上耳朵 再把这燃口拿出来 放在嘴上 金剧中的一朝一世 都是功夫 如果戴着燃口 饮酒呢 系列饮酒呢 它是意象性的 它不是那么具体的 所以拿一酒杯 他就是表示他喝酒了 平常咱们作为演员 你一场戏唱完了下来 今天要喝水 口渴你得印个厂对吧 你猜我怎么喝 拿吸管 吸管是个好办法 大家说就要撩胡子 这样好业余 大家说把绑下吧 拿下来 好 我可以不用手完成喝水 再不用手完成 把这个胡子复回到原位 要看着啊 赶紧喝口水 所有老生演员都会这个技能 但这个技能其实是 就是跟它要混为一体 很熟了 对 你跟它是一体的 才能做到 我们现在观众走进剧场 除了老戏以外 也还是会能看到一些 这个新编的精剧 但是我看您好像还是比较坚持这个传统戏剧的海练 是 当然我们都知道 唯一不变的是变化 京剧艺术到今天已经成为国粹 已经成为众多戏曲剧种的老大哥 但是它依然是一路创新发展走过来的 我对于创新发展 尤其是在戏曲艺术的创新发展 绝对没有第二个意见 它一定是创新发展的 没有问题 我是认同的 但是我是否要走这条路 是我可以选择的 并不是说所有演员都在创排新编剧 我就一定要创排新编剧 才能获取我的成功 并不一定 因为我也在过去很长的时间当中 排过新戏 比如说《间隔闻林》 比如说《春水渡》 《小剧场》的实验剧等等 其实一系列我们都做过很多的探索跟尝试 都算新作品 虽然不讲规模吧 从我心底来说 不见得成功一定建立在新的上面 如果你真好 不管老的还是旧的 都是好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我还有很多很多的谷子老戏没有挖掘 没有副牌 没有被更多的观众看到 因为对于广大的 还不知道京剧美好的观众来说 我不管是演新编历史剧 还是演传统谷子老戏 对你来讲都是新戏 因为京剧在你的概念当中是新的 王沛渝在你的概念当中是新的 我演出来任何的东西 对你来讲都是带有新意的 我看你做了四季的与麦相成 拍这些传统老戏难吗 难 非常难 因为我不能随便瞎唱 因为凡是所有唱出来都有处处 都有规范 都有流便 都有好赖之分 所以我从2011年第一次开始 大量地去 每一年就大量地去副牌 学习传承古子老戏 一直到现在 就是这个事 已经成了我的一个功课 每年都要做 学完了以后就把它搬上舞台 但这个过程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一 老师们一个一个都离开 那离开就是 因为你知道我们这个行业 太依赖口传新寿了 对 老师如果不在了 他那个口耳相传的东西 你就不知道去哪儿学了 因为写不下来的 那个镜头 老师是带着自己的耳朵 他来判断 那个镜头 那个味道 他不在了 他就不能传给你了 你就不知道了 你也不能凭空想象 所以我每一年在学习 在传承 在去敲老先生的门的这个过程 就是在抢救 所以说这个难是在跟时间赛跑 王沛宇老师您好 我是英图万刘宇 2017年 沛宇老师您的京剧科普 在网络上受到巨大关注 就在同一年 我开始挑战京剧主题的舞蹈 黎原一生 沛宇老师 我敬佩像您这样的前辈 身体力行地传承国粹 弘扬文化 力量 然后练着练着 好像就什么地方磨破了 也不管 就觉得反正都是夏天 夏天伤好得快 然后也不用怎么样捂着什么的 夏天伤好 因为他不穿衣服 我觉得 少摩擦吧 对 少摩擦 我们有时候练着什么 但是会有汗水 就把它淹干了 淹的 淹 好有画面感 对 是淹干的 是 淹过的 然后就一直练 练完之后把这个沙袋一拆 感觉自己能动到天上去 轻盈了 那个双飞燕原本打到这儿 然后啪一下就打到这儿 那一下我觉得什么苦都值得 我们当时是到学校去的时候 第一天去 上腿工基本工 先看 人家的腿哗一下就在这儿 哗一下就在这儿 斑的 一子开 八子开 各种溜 我一看傻了 我连腿过腰都不行 就是那么一点一点练 人家小孩啪一下能抓住脚 下腰能抓住脚 我这辈子我就没下去 没看见过脚 别说抓住了 那不可能 对吧 你们都是 胸腰特别好一下 软 抓住脚 有一次啪一下 南京长江大脚 下去起不来 我说老师那个 老师说顶胯起来 顶胯就起来了 你下去东南西北都搞不清了 哪有什么胯不胯的 胯间都是一样的 我说老师我找不着胯 那你就让你妈来抱你吧 那句话对我刺激很大 就一边哭一边找胯 最后摊在地上 后来就真的得好好练 因为孩子们其他同学都比我 这个先天条件都好 从刚刚入校到还有一年甄别期 我就怕这一年甄别期不行 得卯着劲 卯着劲 到后来三年级以后 细校三年级以后 我是练基本功的时候 第一排带头踢腿的那个 就已经是C位了 你说吧 什么踢腿各种腿 什么十字腿旁腿片腿 每种啪啪啪踢的可以 那你上乘课练早工 你得比别人早起多久的练 不用早起 就同一时间练 那你大家都练 那你怎么还能超越他们了呢 因为他们没有上升空间了 他们已经在这儿了 我从这里到这里就很明显 明白 对吧 参照物 他们一直在这儿 他每天只能维持 我从这儿到这儿 他一个过程就是很辉煌的过程 很辉煌 确实 我觉得到了戏曲学校 开始练功以后 就是接受这种正规的训练以后 我把自己那个愤怒的东西激发出来了 因为我一直觉得我模仿力强 领悟力很强 但是学了京剧以后 我发现我没有那么聪明 也没有那么高的天资 尤其是和翻跟斗的那些同学比起来 他们好几幅虎跳前波 原地 小翻什么 你根本做不到 我就会把自己内心里面 自己做不到的那个东西 就变成了愤怒 那愤怒就聚集成了一种力量 这个力量就是催人奋进 然后当你越过了那个愤怒 跟自己和解 后来就觉得 人就一定要吃那个苦 上那个加板 然后才能够成为 某一行业的专业人才 是 前段时间学定军山 然后发现 里面的转音就找不到调 哪个转音找不到调 就很多转音 赶紧请教一下 你来 你唱 这一封是醒来的桥 天竹黄中成功劳 站立在营门三君教 大乡儿老听个喵 唱非常好 有些鼓励了 真的非常好 但是只有第一句唱对了 没有 他第一句是抠过了的 后面尖团字上口字又忘记了 是 对 没学好 但是不重要 重要的是 现在有一个大众的青年偶像刘宇 他正在学京剧 这个事情特别值得点赞 来 再鼓掌 就这一个信号 就会感染更多的年轻人 你看他们一个个脸上的洋溢的 那个笑容 就是马上回去就要看京剧了 学起来 学起来 乐老师帮我改一改定居身怎么样 这里面主要的核心就是挤通鼓 对 我们先来 头痛额鼓 你可以加额也可以不加额 但是你感受一下 加额还是不加额比较有味道 你就可以选择 头痛额鼓 斩烦草 头痛额鼓 斩烦草 好 我想跟你说的是我们京剧的这个发声 特别注重口型 口型是跟唱歌有很大区别的 你比如说 头痛额鼓 斩烦草 就唱歌 感受一下 头痛额鼓 斩烦草 嘴巴往两边咧开一下 感觉一直在笑的意思 头痛额鼓 头痛额鼓 不一样 儿童额鼓 进斩跑 往旁边咧的嘴巴 就是这样扁的就是很像在唱戏 提笑机 是吗 对 对 它可以总结 好 你儿童鼓进来一下 儿童鼓 进斩跑 好多了 你看 是不是 三童鼓 来 三童鼓 这个鼓稍微有一点点处理 三童鼓 鼓 翘 翘 刀去翘 对 这就很好了 对不对 是 四童鼓 把饼交 四童鼓 把饼交 好 完美 谢谢 谢谢余老板 谢谢 余宇 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 如果让你用一个词 或者是一句话来表达你的信念 你心中的我相信是什么 我一直以来告诉自己的一句话 是 人之所以能 是相信能 亲爱的佩宇 你好 我是白燕生 我认为人生只有两种选择 想做的和必须做的 你想做的和必须做的 一直都是一件事 而我呢 花了很长时间 才想明白 我渐渐理清了思路 所谓人生的选择是方向 不是道路 无论以何种方式 无论角色如何变化 我白燕生想做的和必须做的 一直都是一件事 传播戏 戏曲艺术 讲述 讲述戏 戏里戏外的异品 如果守不住阵地 这不是别人的错 这不是别人的错 而是我们的施责 我们需要更多的王佩宇 让戏曲艺术有尊严 让戏曲人也有尊严 这就是你我毕生奔赴的方向 白燕生 2022年夏 好感动 谢谢 白老师你好 你好 韩雪你好 你好 请坐 挺好的吗 读得非常好 二位真的是老朋友 老朋友了 老朋友了 我跟白老师 他是我哥 他生活当中叫哥 他在这个节目里 假不假式的叫我老师 你刚上来就说他是我哥 对 我哥跟我有很多很多的 各种各样方式的交流 但是这种方式是第一次 第一次 在这封信当中 我看到了一个 几十年如一日传播戏曲事业的 一位老师 一位长辈 他依然有光芒 这是让我们特别感动 是因为他心里有热爱 二位认识有多少年了 二十五六年前了 有 这么久了 二十五六年前 我们第一次见面 但是听说佩玉 因为他是少年成名 他唱这个苏州平潭的时候 就听说过他 当然 后来他又学老代 之后才改了老师 白老师 那您记得第一次见他 是什么样的情景吗 他很斯文 黑色的小西装 细细的小领带 样子您 穿着您都记得 那当然 对 他是 你就感觉扔到人群里以后 一眼就能发现他 那个时候我就觉得 这个孩子一定能出来 就是他超越了同龄人的 那种安静和定力 直到现在都是 我觉得是最为可贵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是白老师 就是对我特别的偏爱 他每次不管是 我在前面开罗唱戏 还是在最后蹲底 什么青年的演唱会 各种各样的晚会 节目 他抱幕说我的时候 跟别人的语气语调不一样 别人就是异调 他抱我正宫调 你知道吗 就本来人家也没觉得 这个下来这个王沛宇有什么 给他一抱 完全觉得 必须得抱一热烈的掌声 就是他给我轰起来 那种轰台 轰台 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当你内心里 看到一个演员 你觉得他很有希望 他很有前途 你也很喜欢他的时候 那种情感是 不由自主地流露 你就觉得 我一定要让我所有的观众 知道他的好 不要懈怠 不要犯困 就相当于您用语言 那时候给他打了一个聚光灯 是的 从于书妍到孟小栋到王沛宇 谁也不可能复制谁 谁也不可能超越谁 我们只能继承前辈 掰开了揉碎了 成为我自己 您主持戏曲类节目 也为了说 我们去发扬中国传统戏曲 做了这个四处奔走 在做很多的工作 沛宇其实现在也算是 接着这个棒 但你什么时候意识到 你自己开始出圈了 那时候对顶级综艺 也没有概念 也并不知道 就是说我真的去参加了一些 大流量的综艺 就会怎么样了 但是真的到那一刻来的时候 就很多人 我去理发剪头的 那个Tony老师就说 你长得很像那个 京剧演员王沛宇 然后那端盘子的小哥 你长得很像那个 京剧演员王沛宇 那个时候就发现 原来我有一点点 大众知名度 在你们做这个 传统戏曲传播的时候 因为用了一些新的手段 一些新的尝试 其实还是会听到一些 不一样的声音 对吧 当然 当然 特别多 很多的 有的小伙子站起来就说 白老师 戏曲是西洋艺术 我们年轻人不怎么喜欢 他将来一定走向灭亡 他说你这么苦苦婆心的 那么四处奔波 四处牢碌 我觉得不值得 他早晚都要玩 他说我不知道 您是为了什么 台下一片寂静 我说你说的对 台下就笑 我说小伙子 人早晚要死 咱活着干嘛 对 他不说话 虽然我这样说 有点怼学生 因为毕竟我是他的长辈 我就掰开了揉碎了 跟他讲 我说咱从大的方面讲 我们现在提到的 不忘初心 文化自觉 讲的是什么意思 就是要让我们守护 并且守望 包括戏曲 包括书画 包括古诗词在内的 传统文化 保护我们民族的根 咱们不能忘了老祖宗 留下来的宝贝 这是宝贝 我对戏曲的明天 从来不是乐观派 但是我愿意为他 倾尽我的权力去传播 去鼓舞与呼 因为我爱他 跟别人爱不爱 跟他是个什么样 没关系 是我爱他 我从来也不想你想听什么 是我把我理解的好 和所谓的真善美 传达给你就够了 这也是我的骄傲所在 当然还有一部分人说 王佩玉天天上综艺 天天就是出名赚钱 就是我是觉得佩玉 真的不要去在乎这些 我觉得一定要坚信自己做的是对的 因为我们不吸引圈外的观众 怎么发展这个行业 所以佩玉做的这样的一个探索 或者说顶着某种压力 或者他心里根本就不在乎 说全然无所谓 那也是不太现实 但是听多了 我现在觉得 所有对我的负面的评论 攻击 都在我的想象当中 我觉得我的红还是不够的 我的大众的知名度 大众的影响力还是不够的 作为我来讲 我希望佩玉继续做下去 我当然希望 我们的戏曲界 包括京剧界 能多几个王佩玉这样的 我多希望啊 就是今天在你们两个人眼中 谈到戏曲都是有光芒的 杨老师之前一直讲 守土有责 我经常讲 你怎么诠释这句话 这句话要守两个图 首先要守京剧艺术 戏曲艺术本体的图 什么意思呢 老祖宗留下来的玩意儿 我们掌握了多少 你守住了没有 其次 我们守没守住戏曲市场的图 你得有那个走市场 走观众的意识 你得让戏曲演员和观众之间 有一个双向奔赴 奔赴在哪儿啊 奔赴在剧场 所以这也是我最后要落到 配于有今天的这样一个武器和力量 这是很多戏曲演员没有的 我们这档节目叫我相信 对 我特别想问一下白老师 什么是您心中的我相信 我想在人生这个大戏当中 每一个观众都不是旁观者 你们都是自己生命里的那个主角 所以我相信 人生如戏 戏如人生 我再想问一下佩玉 我知道你好像还也有收学生 学生 对 但是有弟子吗 没有 我没有收过徒弟 一方面是因为我觉得自己的能力是不够的 第二个我是在戏曲院校这样一个土壤里生长起来 我的这个学习的环境不是一个磕头拜师的环境 所以我遇到了这么多的好先生好老师 对 所以今天我不收徒 也是想不想让那些有天资的孩子被一个门派所束缚 因为一个好演员他应该有更多的宽广的事业 那我们现在有了小课班 只招收五到十岁的孩子 为什么呢 因为五到十岁他的学习压力还没有那么大 他还有精力去学一些 他认为足够去满足他好奇的事 十一十二岁就开始可以走专业路了 所以我觉得我们做一点在进戏校之前的大众普及 打点审美基础 打点腰腿基本功 知道京剧是怎么一回事 导赏啊 带他们看看戏啊 带他们做做京剧的游学啊 带他们画画脸谱啊 学点站姿坐姿跑跑圆场 让人知道在戏曲当中 承载中国很多的很好的礼仪 历史 学养 让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 增强一点自己的民族自信 学金句是可以做到的 我们每一位收信的嘉宾都将在节目中迎来她自己的知信时刻 特别想问一下佩玉 此刻你最想把信写给谁 写给小课班 写给我的学生们 同学们 你们好 有阵子没见面了 我有些想念你们 你们大概很开心 最近 那个背着手透过教室的双向镜 寻堂的鬼溜溜的身影消失了 嘿 真好 双向镜是个宝贝 所以你们不会知道 王老师站在镜子后面的次数 比你们想象的还要多 看着你们 有时我会想 我的老师是不是也曾很多次偷偷看过我 那时候没有双向镜 她大概会从教室 从排练厅的后门敲目声地出现 扶一扶细银丝眼镜 短暂地盯我一会儿 然后躲着步子离开 和你们不同 我巴不得她能再多盯一盯我 我很想念我的老师师徒十六年 我记得她招我入学时拍着胸脯保证 教不出来我负责 我也记得她在临终的病榻上对我说 佩玉啊 你终归是要长大的 你们终归也是要长大的 王老师没有徒弟 但很感谢有你们 我的学生 这个时代 五光十色地选择 慷慨地摆在你们面前 但是你们选择了金句 选择了相信我 我不敢说 我不敢说你们选择的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厉害的艺术 但只要你们有一份好奇 金句就会用他的智慧回报你们 你们现在还不知道这份智慧是什么 那份回报又是什么 没有关系 只要记得 只要记得 齿音要摇准 圆场要稳 吊嗓时别喝水 练功前别吃太饱 这样就好 我会在镜子后看着你们 看你们挺着小胸脯拉山榜 翘起兰花纸学亮相 我告诉自己 镜子那面会有宝居 会有蒲玉 都是终归会长大的人 你们的老师王沛宇 2022年7月 今天沛宇来到我相信这个节目 如果最后让你用一个词或者一句话 来表达你心中的信念 你的我相信是什么 我相信京剧一直会在 会用那个时代最喜欢它的样子存在